游刃有余杜兰特,已经进入另一层境界,杜兰特在这个赛季里再度迎来了爆发,场均28.3分,六次助攻,7.1个篮板,场均出手19次,上场时间35分钟,和上个赛季基本持平,而得分,助攻,篮板,抢断在数据上均有所提升,投完命中率有51.6%,提升到56.1%, 中距离投完命中数联盟第二,仅此于德罗赞,排在第三的是伦纳德,真实投完命中率65.8%,投完效率60.6%,均为职业生涯新高,所有这些改变的发生只能说明一件事就是杜兰特变得更稳了,稳定令人感到畏惧,仿佛随时都能力挽狂澜,终结比赛,但是却留有余地,收着手打,这个赛季杜兰特年满30%, 在年龄上处于篮球运动员的黄金时段,在勇士的另一位MVP打出场均32.5分,六次助攻,5.4个篮板,场均6G3分球的时候,杜兰特也不遑多让,打出了MVP级别的数据,两个MVP相互应托,彼此成就,这一方面得益于勇士的团队精神和进攻体系, 另一方面是个人硬实力的体现,库里如此,杜兰特也是如此,杜兰特开始变得游刃有余,在雷霆时就已经表现得特别明显,不是杜兰特的球迷,或者不是特别关注,杜兰特的人,在观看勇士,或者一六赛季雷霆的比赛时, 总觉得杜兰特老是在不坑不想中就拿到了全场最高分,这一方面是因为杜兰特的身体条件和技术特点,杜兰特身高必长,拥有着中锋的身高,却还有着后卫的运动能力,这让杜兰特在面对防守人时有了更多的进攻选择,比他矮直接不是防守干拔,比他高得没他坏,一般来说达到杜兰特身高的球员都比杜兰特的吨位要重, 速度和身体协调性不如杜兰特,而比杜兰特矮的基本都是严设以对,同时很多后卫球员在运动能力也不及杜兰特,所以杜兰特在面对大多数防守人时,都能够给自己的进攻留出一定的选择空间,在杜兰特出入联盟时,除了甜花和詹黄等少数球员外,打碎都是错位,这是身体条件上的优越性,杜兰特不同千克, 肖奥尼尔等灵活性的内线球员,这是一个2米12票在外线的全面性球员,KDV英格拉姆,库兹马, 紫姆格等人开辟了道路,这类瘦高型的偏外线的球员,只要善于利用,自己的身体天赋,就能在进攻有更多的选择, 把握住更多的得分机会,杜兰特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得分手,在得分这一层面上与乔丹、科比、艾弗森在同一层次,身为一个历史级别的得分手,除了天赋之外,与场下的刻苦训练是分不开的, 这也是杜兰特在场上能够游刃有余的主要原因,在刚进入联盟的那几年里,杜兰特的得分以跳投为主,凭借出众的身体条件和篮球天赋,杜兰特在得分上十分轻松, 但是那时的杜兰特的背矿功力还不够,基本上也念矿功,即尤其是持球跳投为主,新秀期的杜兰特投篮出手点偏低, 当被看穿投篮一图后经常持球从右路突破,左手的控球功力不够纯熟,同时低位技术还不够纯熟, 被身单打后经常持球转身从右路进攻,进攻手段比较单一,很容易就被防守人看穿进攻一图和进攻路线, 这是新秀时期的杜兰特在技术上的缺陷,每个阶段的杜兰特都在不断的进步,尤其是杜兰特的MVP赛季, 技术上已经大成,调高了自己的出手点,同时无论在篮下低位,还是在上线高位,都能够从左右路线持球开弓, 杜兰特在不断的弥补自己技术上的缺陷,从2016赛季开始,杜兰特不再那么的炸, 而是开始球稳,稳中又能保证高水平的输出,这是超级得分手走向成熟的表现, 乔丹,科比在职业生涯的表现莫不是如此,前期炸中球胜,后期稳中带狠, 杜兰特正在经历那些超级得分手所经历过的历程,杜兰特是这个时代的超级巨星, 他还在巅峰,并且将会走得更远。